大家听说过灌蛋吗 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个棋牌运动 斩杀了拖拉机 打败了斗地主 一跃成为了全中国最受欢迎的牌桌项目 在近几年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前段时间 更有一则新闻报道 坐拥400亿身家的东方财富董事长 被公开选举为上海市灌蛋运动协会会长 更是让灌蛋这俩字变得家喻户晓 可能你并不知道什么是灌蛋 也可能就算知道也不知道具体怎么来玩 但是这俩字或许已经深深地嵌入了 全球华人的知识库存中去 最近正逢新春佳节 灌蛋的讨论度也随之升高 甚至不少人在春节期间亲自下场 感受下这项风靡多时的棋牌运动 殊不知 灌蛋这项早期在江苏安徽旅行起来的牌桌运动 也开始悄然走出国门 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乃至大洋彼岸的美国 加拿大 都已开始落地生根 甚至不乏一些海外华人组织 自发成立的灌蛋俱乐部 时不时的还会在华人社区举办灌蛋比赛 那么灌蛋到底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都是哪些人对打灌蛋青睐有加 灌蛋到底该怎么玩呢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 说起灌蛋 有个人咱们不得不提 那就是中国灌蛋研究院院长李诞生 没错 这个时常被调喊为为灌蛋而生的男人 也被称作灌蛋教父 他虽然并没有参加过太多正式的灌蛋比赛 但据说他的四位官门弟子 都是灌蛋比赛中冠军的场客 除此之外 为了推广灌蛋 他还在香港和加拿大等地 都创立了灌蛋研究所 他直言不少美国加拿大人 都跑到中国来找他拜师学艺 并且还多次受邀去企业 政府 学校 俱乐部演讲 据他介绍 灌蛋是起源于江苏民间的草根游戏 早期在江苏安徽两省比较有名 在这两省是由下至上的普及 饭前不灌蛋 等于没吃饭的俗语广为流传 近些年灌蛋开始向全国普及 且这个过程是由上至下的 由精英企业家传到外省 比如江苏企业家到外省交流 或者外省的企业家来江苏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把灌蛋推广出去 这或许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灌蛋被不少精英人士称为圈层的隐秘社交工具 曾在国家级媒体人民网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近年来 这项由总局推广的趣味意志类运动迅速在全国政商学各界封明开来 成为圈子里必备的社交工具 饭前不灌蛋等于没吃饭这句顺口溜 也冲出了苏北 走向全国流行于各地的灌蛋局 在北京从事企业政务相关工作的吴先生表示 政务圈一般由熟人构成 人员固定 进入圈子的门槛较高 因此需要人组局引荐 八项规定后 各地官员对待饭局酒局都是审慎的 一般会拒绝 但一旦提到灌蛋这种国家体育局鼓励的体育意志类竞技运动 大家还是很愿意参加的 这么一看 灌蛋这种连国家政府机构都开始大力推捧的棋牌项目 想不火都难呀 当然除了政界 灌蛋在商界可以说更是生根发芽 甚至有一种说法是 金融圈已经开始从德州扑克转向灌蛋 对于这种文化输出 李丹生院长直言 这是一种绝对文化自信的象征 德州扑克起源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 后又传至拉斯维加斯被发扬光大 它是随着美国的强盛传遍全世界的 因为那时候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它的金融圈喜欢玩这个 其他人当然也得跟着来 而且德州扑克的赌性很强 这一点和金融圈投资界也是吻合的 但现在灌蛋这个起源于江苏民间的草根游戏活了 不仅上海成立了灌蛋协会 香港也成立了灌蛋协会 也是当地人在玩 甚至说加拿大之类的国家 也有人来找我学灌蛋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文化输出和文化自信 由此来看 在牌桌上打灌蛋 可以说是上有政见名流 下有平头百姓 两副扑克牌将所有人的距离都在无形间垃圾 这种强社交属性 并且几乎不存在入场成本的游戏 怎么会不遍地开花结果呢 好了 说了这么多 那么灌蛋到底该怎么玩呢 作为一个新手 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快速上手 叱咤排桌呢 李诞生对此也传授了一些独家经验 第一是要敢打 不要怕打错 在失败中成长 在失败中思考 新手跟高手也能打 运气实在好 也是可能赢的 第二要有大局观 配合很重要 这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游戏 观蛋和人生一样 不争也是一种境界 该争的时候 能挑大量 做主角的时候 必须争 一张牌都不能让 必须勇于承担责任 但该做配角的时候 不要出风头 好好配合队友更重要 第三才是计牌和逻辑推理能力 顶级高手可以记住 每一位牌手的每一次出牌 还能在极短时间内计算出 各家手上的剩余牌 适时调整应对策略 不过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 当然所有的技巧 都是建立在对规则了解的技术上 相信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 一定对灌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小编对此 特地从网上筛选了一份 精炼清晰的灌蛋教程 在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对灌蛋的玩法及规则 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吧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灌蛋是由两床 这个牌组成的 一共有108张纸牌 灌蛋游戏 是由四个玩家组成的 也就是说 每个人手里有27张牌 由于灌蛋是四人游戏 需要两两分组 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组队的过程 首先我们挑选出任意四张牌 需要有两个红色两个黑色 然后让他们进行一个打乱 由各自玩家进行抽选 选出自己的一张 好 一起打开牌之后 黑色的为一加 红色的为一加 游戏开始前 我们要先决定第一位出牌的玩家 和第一位摸牌的玩家 首先由洗牌的玩家 翻出第一张牌 这一张名牌是红桃8 那么代表后面腰牌之后 摸到红桃8的这一位玩家 就优先出牌 好 我们进行一个腰牌的动作 由于刚刚我们选出的 这张名牌是8 所以从洗牌的这位玩家 开始数 12345678 好的 那么说明这一位玩家 是第一张摸牌的玩家 这样我们就分辨出了 谁是第一个摸牌的 和谁是第一个出牌的玩家 好玩好贩蛋 首先我们要知道牌型 一共有十种牌型 第一种是单牌 就是单个的牌 例如一张三 是对牌 就是数值相同的两张牌 例如一对三 第三种是三不带 就是数值相同的三张牌 例如三个三 第四种是三带两 就是数值相同的三张牌 加一对牌 例如三个三带一对四 第五种是钢板 是两个连续的三张牌 例如三三三 四四四 或四四四 五五五 不可以超过两个 第六种是连队 是三队的连续队牌 例如三三 四四 五五 最大的是 A兼老K 皮蛋 最小的是 A兼 二二 三三 这其中不包括双王 不分花色 但是不可以超过三队 第七种是顺子 五张连续单牌 不可以超过五张 例如三四五六七 不包括双王 不分花色 第八种是同花顺 也就是同花色的五张牌 最大的为同花 十 冰沟 皮蛋 老K A兼 最小的为 A兼 二三 四 五 第九种是炸弹 四张同树直牌 三三三三 五张同树直牌 六张同树直牌 七张同树直牌 八张同树直牌 第十种是四王 也就是两张大王 两张小王 以上就是灌弹的基本排型啦 排型从大到小 依次分为 四王炸 六张及以上炸弹 同花顺 五炸弹 四炸弹 非炸弹排型比较排点大小 依次为 大王 小王 万能排 A兼 老K 皮蛋 金钩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还有一个最特殊的牌 那就是逢人配 其实就是百搭牌 是由当前等级牌的红桃牌 灌弹游戏是两对家进行升级的一种竞技模式 所有对局都是从二开始升级 二就作为本局万能牌 是出大小王之外最大的牌 也就是逢人配 那红星二就可以和其他牌任意组合牌型 当然除大小王外 第一名出完的是头游 第二名出完的是二游 以此类推 每局游戏分为以下几种胜负情况 一方赢得头游 队友赢得第二名 万难受语上称之为双上 这时可以升三级 也就是二升级到五 同时下一局五最大且红桃五为万能牌 一方赢得头游 队友赢得第三名 这时可以升两级 也就是二升级至四 同时下一局四为最大且红桃四为万能牌 一方赢得头游 队友是本局的墨游 这时可以升一级 也就是二升级至三 同时下一局三最大且红桃三为万能牌 这就是灌弹的升级规则 但是呢 有一种特殊情况 当有一方玩家打到A间时 同一队的两位玩家必须同时获得一二名 即双上才能顺利通关 并获得本次灌弹比赛的最终胜利 如果连续三局都没有完成双上通关的话 则需重新从二开始打 每场比赛已打过A间为结束 率先打过的一方获得比赛的胜利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进贡还贡 每局打完有一个细节要注意 上局游戏中输牌的玩家 要向银牌的玩家 献上自己手中最大的单张牌 在灌弹里叫进贡 灌弹里还有还贡 指的是赢家拿到输家进贡的牌后 需要返还一张自己手中不需要的牌 还给那位玩家 不需要的牌最好小于等于十 需要注意的是 还有一种叫抗贡 如果进贡的同组玩家 一人或两人将所有的大王都拿到手中 那么本局就可以免去进贡 还有一种是接风 也就是说一名玩家获得投游 其他三人都要不起 那么出牌全力就给了投游玩家的队友 以上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啦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